Hello,大家好,我是38岁被中国淘汰的职业经理人Bob 因为一直说真话,所以经常被淘汰 周四的时候我做了一期比较温情的节目 结果这播放量崩溃了 对,看来大家还是喜欢看我喷一些事情 但是温情的节目也还是要继续做下去 这个不能,毕竟大家都要调和调好 不能老看太刺激的事情 好,今天聊什么呢? 聊由投资人吴世春的脱口秀 然后看中国经济之寒冬 对,现在连投资界都已经开始感受到寒冬了 中国经济已经手拉手向下跳了 那就是我这张图,对吧 反正大家社保,投资,企业,银行,就业,资产,居民消费 手拉着手开始Jump,U Jump,My Jump,一起Jump Fold down,刺激的要死 对,然后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这个吴世春的这个梅花创投创始合伙人 的这个Talk Show 脱口秀 就我之前吧 对这些投资人还是蛮敬重的 为什么呢? 因为总觉得都不是长春囤啊 就是那个中国顶尖的学校出来的人 才能做投资人 所以我一直以为他们的理工科水平要很好 不好怎么做投资人 经过这个吴世春的脱口秀 就我才发现了不是我遇到的硅谷那帮老鼻灯那个数字差 原来他们是真不懂 而是真不懂 我真不知道这个这个模式怎么能够跑这么久啊 炒台班子能够跑这么久啊 好那我我我继续往下说啊 嗯 这吴世春是谁呢 我也不能是 是我一朋友发给我的 说那个看一下这个东西很有意思 然后我就看了 看完了之后呢 我也大为震惊 对 第一呢 确实啊 就是整个互联 中国经济不好 然后带着互联网投资啊 之类的经济也不好 这里是有数据的 数据说 2023年第一季度呢 国内的VC和PE行业 新募集资基金的数量和金额分别为 1601支 就是说新募集的基金 然后价格金额呢 price是3532.12亿 然后同比下降了7.6%和33% 就是说那个募集的基金呢 就比同比呢 就下降了7.6%了 然后呢 募集的资金呢 下降了33% 其实是已经很严重了 那第二季度不会好的 我可以百分百打保票 第二季度不会好的 阿里都这分样子 我待会就讲阿里 然后接下来呢 就是投资端 市场节奏延续减缓 然后投资案例数呢 共1722期 就是说 还有1722个那个企业得到了投资 同比下降了44.2% 那也就是说 之前 之前可能是有3000多个 3000多个 那投资金额为1300.30亿元 然后早期投资下降超过了60% 就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嘛 中国这个1300多个业还能够投一投 所以饭还是有的吃了 还是有的吃了 接下来就看第二季度是什么样子了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 我也会跟着一起关注的 现在五月份 五月份 六月份 七月份就能看到第二季度的数据了 大家不要急 坐稳了 然后这场投资会呢 我给大家总结一下 稍微总结一下 然后具体还是大家去看人家的流量 因为毕竟大家大佬也不容易的话 出来又卖脸又做脱口秀了 已经到这份上了 然后就说呢 这场投资人大会的脱口秀中呢 吴世春表示 今年学会了很多东西 学会了什么呢 说以前募资喝红酒 讲英语 美元LP打交道 现在募资喝白酒 讲招商与反投 和人民币基金拥抱 其实呢 他里面讲的更猛 有更猛的话 是什么呢 说以前 以前投资呢 你只要去聊就可以了 对吧 现在投资呢 他为了抢项目 已经学会了什么 学会了喝白酒 已经学会了喝白酒 所以他这里已经写的美化了 原文不是这么讲的 然后说和政府投资 学会了打灌蛋 我也不知道灌蛋是什么东西 有可能像大怪鹿子 一样打扑考 他说和政府做投资呢 学会了灌蛋这个东西 嗯 所以这种商业通稿 还是给你美化很多了 然后那个吴世春说 以前去北上广出差 现在要去三四级城市 甚至是县级城市 因为下沉了嘛 我之前一直说 那个中国经济吧 没有提升 只有下降的吧 还有粉红袍刀 我频道里面要说 说个一二三四五 那现在投资人都说了 下沉了 你不用看了 下沉了 将来拼多多这种模式 会越来越猛 越来越猛 对 因为消费端没有提升 那生产端怎么提升 对吧 制造业转型 制造业升级 之前你又没靠中国升级 靠的是外国人升级 那继续往下说 然后说前段时间 就去了一个县城 看新材料的项目 后面我会说 这个投资人 真的是自己话说出来 才知道这个草台班子 也记录子有多厉害 然后在向对方介绍 基金的时候 吴世纯说 以前募资只要跟社会化 LP讲基金业绩有多好 让对方对基金业绩有信心 现在不仅要讲业绩 还要分析宏观趋势 比如美国加息周期俄乌局势 总之投资人得变得拥有一身才华 上知天文地理 下知国际政策 然后他其实里面讲的更多 他的原文里面讲的更多 就说没有信心 普遍没有信心 然后过去之前 都是讲那些 就是比较专业的东西 现在过去 他说那些LP 直接问他 你觉得俄乌战争什么时候结束 你觉得这痛 这个那个美国的加息周期 什么时候结束 你觉得世界局势怎么结束 然后我很震惊的是 因为我 我之前接触 我在外企接触的 外企 我的老板职业经理了 真的是上知天文 下知地理 有很多都是什么 斯坦福大学毕业的 IT 竟然懂什么量子物理 那我也不是像我们懂一个概念 人家是正儿八经的 是那个能够拿 曹高指算的那一种 这就我以为就是投资经理也好 LP也好 这些人就应该懂这些 包括我后来接触的 在那些金融公司里面 接触的那些VPR之类的 他们都是懂地缘政治的 对吧 彭博是彭博 彭博终端 就是外国的炒股软件 叫彭博终端 它里面有一大堆写手 Writing Writer 他们就是能够写各种各样的opinion 然后每个人还不停的去分析地缘政治 分析客观环境 然后分析那个大宗商品 分析这个世界上一切你想得到的东西 甚至于连他们都像大的投行 都甚至可以调动卫星去买卫星地图 来分析农业产量 沃尔玛超市的停车数量 然后这个投资人一讲 我真的有点震惊 怪不得投资人里面 尤其是中国的资本圈 包括美国硅谷的资本圈 在Clubhouse和我吵架这些人 一是基础物理其差无比 反正基础科学都差得一塌糊涂 我真不知道他们这个 连我这个中专生都比不过 对吧 绩效生 我他妈中专都没读 我读个绩效 第一连我绩效都不读 连电都不懂 我真的很震惊 电其实是什么 是高中 高中也电和磁是在一起的 高中也要强学这个东西的 他们这个东西 你去跟他们聊这个东西 你发现也聊不通 他们只会吹特斯拉天下第一 但你跟他们讲电和磁 他们也聊不通 你去跟他们讲 讲不清楚的这事情 对 然后第二个就是那个 世界局势 除了吹中国最牛逼 然后什么美国最牛逼 中国最牛逼之外 你问他其他的世界局势 他什么都不懂 什么都不懂 所以我真不知道 这个这些草台班子 怎么能够混到今天的 真的 真的 然后说投资人 现在必须要懂技术 那以前投资人 不要懂技术 怪不得我真的 我真的 我做尽调 因为我倒霉 去了六家公司 说要上市 没有上市成功过 我参加过六次尽调 这个投资人的尽调团队 派过来都很业余 除了会喊名词 开口就是K8S云原生 对吧 或者图数据库这些 我怀疑他们压根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 会喊名词之外 这素质之差令人发指 看来确实是不懂 这帮人确实不懂 然后说除了募资 投资也不容易 吴世春在脱口就中表示 现在投资不仅要开项目 还要开年份 怎么回事呢 说如果在2015年到2017年出手的项目 考虑三年的变化 大概率几批要割漏 割漏还是好的 因为这三年是模式创新的尾部 对吧 如果能够投到创新项目 现在可能就要割漏了 因为市场中买不到相应的芯片 来训练和发展 那就是那个 就是GPT之类的 对吧 然后还 下面的话来了 就是炒台班子 就是看这一招了 吴世春告诉科技日报的记者 以前看创始 以前的看创始人 只要看互联网思维就行 对吧 所以怪不得中国炒台班子多 现在必须要懂技术 超导合成生物 掐在GPT 靶相医疗 所以投资人每天要疯狂学习新知识 只有这样在与创始人的沟通中 才能丰富谈资 就事论是乐点进行沟通 哎呦 超导 我一看到超导 他们一说超导了 我就害怕 常温超导 对吧 竟然 就 就大概几个月 上个月吧 还有clubhouse里面 有号称自己是投资人的人 跟我说 常温超导 就是可以在 那个什么摄氏度 对正常的温度里面进行超导 我曾博说过 这玩意儿可是一万个大旗呀 一万个大旗呀 然后你知道吗 你们知道吗 这些投资人思路有多野 前年吧 对 然后clubhouse里面有人就说 澳大利亚这边有一个富商 要拉一根电缆 从澳大利亚的破斯巴拉根电缆 就需要去新加坡 给新加坡发电 为什么他说这个事情呢 因为我正在喷 喷那个太阳 就是太阳能电池不可靠嘛 然后他说你 他说我太low逼了 为什么呢 因为澳大利亚就要 已经要干这个事情了 有这个商人去主导的 然后我一算 我就心里大概算了一下 我现在也没资料 破斯去新加坡 大概是5000多公里 然后他是怎么弄呢 他意思说 新加坡在晚上的时候 澳大利亚这边 大概是下午 还是什么时候 反正就是有阳光的 所以新加坡晚上的电 是可以由澳大利亚的 白天的电去供给新加坡的 好 就这么一个前提 大家听一下就知道了 然后他 他们这么一说之后 我就问他了一个问题 我说你知道吗 就是电这个东西了 他有六手螺旋定律的 你就说电是有电阻的 你拉5000公里去送电 你知道你这个店走到那边有多大 然后那个所谓的投资人 是澳大利亚这边的 什么投资人 反正牛鼻吹的山响 又投了币圈 又投了矿机 又投了什么 说自己身价几百个亿 然后就跟我说 他说 你说的这种幼稚的问题 需要我回答吗 需要吗 我说 那你先告诉我 你怎么解决 他是怎么解决 超导就能解决了 常温超导你不懂吗 你不懂你 你这个开 澳大利亚开货车的司机 你有什么资格 跟我们投资人 在这个投资圈的 clubhouse里面瞎说 我说 你别跟我搞 常温超导 你到底多少度 叫常温超导 你知道吗 然后他说 常温超导 就是我放在海里 就叫常温超导 我说地球上 现在没有研究出这个 然后他说 你对科技一无所知 你个开货车的小垃圾 对吧 你什么都不懂 你凭什么在这里 跟我们讲 群众你把它给踢了 不就好了吗 后来我就真的被踢出去了 后来这项目呢 大概两个月前吧 说这个项目彻底黄了 其实连一产 一产土都都没动过 我也真不知道 澳大利亚这么一个 拥有就是那个 顶尖学府的一个国家 至少你QS排名里面 有莫大在嘛 对吧 所以理工科里面 还算可以的 怎么能够论证 这个项目通过的了 我也真不知道 这政府真的是 吃屎长大的 澳大利亚政府 真他妈吃屎的 真的会给他 这个项目批钱 5000公里输电 你真的是搞笑了 中国都没5000 特高压输电 5000公里 你们见过 真的 真的 我真不知道 这投资圈里面 这些人 这个物理 真的是哪里去学回来的 真的 哪里去学回来 连我这个绩效生都不 真的 所以真的 就IT圈这一帮人 真的 所以伯伯是什么 就我要说回来了 曾伯真的是 硅谷之光 你们知道吧 真的叫硅谷之光 曾伯 整个硅谷 我就估计 曾伯一个是物理学博士 其他全都是学CS的 连意义都没有 意义都不会去说乱七八 都的话 意义说不出来 你想 CS调试程序 只要摁一下F5 意义调试 那冒烟测试 什么叫冒烟测试 在软件里面冒烟测试 就是我这个 加发Square 起来没问题 叫冒烟测试了 在硬件里面 那可是真二八经的 框两根线 一接 啪冒了个烟 对不起 一块五毛钱的 那个芯片就被烧掉了 原件就被烧掉了 这叫冒烟测试 所以真的 增博真的是硅谷之光 真的是 真的是 业界良心是增博 想想看 从澳大利亚书店 给新加坡 竟然从来没有一个人 考虑过电阻这个问题 也就到 就我反正 今年上半年 看那个新闻的时候 看到这个东西失败了 然后还在讨论说 哎呀 我们终于发现 这个东西为什么失败 他有个工程性上 不可解决的问题 是什么呢 就是电阻太大了 哎呦 天呐 真的 真的 这投资圈都是什么冷 然后呢 谢谢大家听我说到现在 谢谢大家 都有我的频道的关心 然后现在呢 我可能可以谈到一个赞助商 如果有的话 以后大家再也不会看到广告了 反正现在我的广告和猫一 黄尘喵也一样 已经被 被那个 Google AdSense给关了 对吧 但是将来呢 希望投资商谈完了之后呢 也可以没有广告 这样我可以把他会员费都免了 大家开开心心做会员 然后论坛也能见上了 大家一起喷 越喷越有意思 对吧 反正 对吧 又不带我们 拜拜 拜拜 好